有一个妇人 她看到一位农民 她的朋友很穷 她想帮助她 她送给她一头牛 叫她好好的开荒 等到春天来的时候 我会把种子给你带来 撒上种子 你秋天就会离开贫穷了 穷人也满怀希望 的谢谢她想奋斗 可没有几天 牛要吃草 人要吃饭 日子比过去还要难过 她想不如把牛卖掉 卖几只羊 先杀一只羊吃 剩下就可以生小羊 长大就可以卖掉再赚钱 吃掉一只羊之后 那一只小羊 一只生不出小羊 日子又艰难了 他又杀了一只 穷人想这样下去 我又会挨饿了 他把羊卖掉 想我买个鸡吧 鸡可以生蛋 所以蛋可以赚钱 日子会好转 他过一天天艰难的日子 他又忍不住了 因为鸡蛋不能满足他的生活要求 所以他最后忍不住杀鸡了 杀到最后一只鸡的时候 这个穷人彻底的无望 而且自负他也不想了 他不如把鸡全部杀了 打一壶酒 三杯酒下肚 万事不愁 结果春天到了 发善心的妇人 到了他家 送种子来了 发现穷人正喝着酒 吃着咸菜 家里一瓶如洗 这个时候妇人就走了 穷人依然是穷人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很多人都有过梦想 有过机遇 也有过行动 但是因为坚持到底 到最后 这是最难最难的 学博人想成功 最难的就是要有恒心和毅力 所以学博人要想离苦得乐 要含着眼泪化解恶缘 今天家里很多人跟你闹别扭 就是你上辈子的因缘果报所为 含着眼泪 克制自己 人辱精进 改掉自己的毛病 因为学博人的痛苦 是一时的 而不学博的人痛苦 那是一辈子的 是一辈子的 是一辈子的 我可以长达的 然后我可以长达的